5月12号 海南乐东离祖自治县 一份由当地大安镇政府 在5月10号发出的一份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 在网上引起热议 根据告知书内容 当地一位老人因为在种植地露天烧火做饭 产生的烟气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你被处罚600元 5月12号 当地大安镇相关领导回应称 网传的这份告知书属实 事发时执法人员对相关政策把握不到位 执法存在瑕疵 600元罚款事后并没有向老人收取 而是由村委会和住村干部承担 希望以此起到警示作用